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咧 我们为什么大多数都是会在早上使用产品 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一天晚上到早上 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啊 身体和细胞都处在于很饥饿的状态 所以我们早上睡醒第一口吃进去的食物 很关键、很重要 身体和细胞需要高能量的营养 而不是高热量的 所以我们都会在早上先滋养免疫系统 大家来看看我的高能量早餐 首先是一包巧绿 再来一包新欢、藤蜜和两包鲜鱼 我们的免疫系统是由免疫器官所组成的 而免疫器官是由免疫细胞所组成的 而我们的免疫细胞里面含有基因 我们的基因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营养医学的产品 是针对细胞所需要的营养而研发的 所以当我们使用了细胞得到了营养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健康 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康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很强壮 当免疫系统很强壮了 我们的身体才会赢回健康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品 所以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 毕竟是吃进去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一定要选一个又安全、又有效、有价值、有研究开发 有专利权、有科学背景的 怎样选?留意我 谢谢大家的收看 陪我一起享用了又美味又健康的早餐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